哇~~ 真的很像獅子頭耶 大家好我是柴 大家好我是蘇 歡迎收看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出版社啊 送了我們一些書 然後其中有一本 收到這本書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是 難道我最近在鏡頭上面 所以出版社說 應該是歐洲水底下喔 所以出版社建議我們廚房 就是要做一些健康檢測 這裡面有很多就是減肥的時候啊 可以吃的一些料理 每道料理都還滿家常菜的 那裡面有幾樣是滿特別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來 試做其中一樣 吃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而且它非常簡單喔 我們今天要做的這個是 電鍋蒸瓜子雞 瓜子雞台語怎麼講 什麼給阿辣啊 那是雞蛋 欸 瓜子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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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的原理就是 我們一般在吃的瓜子肉 它把那個豬腳肉的部分 換成雞胸肉 喔這都是瘦肉的部分 蒸瓜子雞 一人份大概是 一般的瓜子肉 如果是用豬腳肉 大概就快要400大 100公克 喔那差滿多了耶 而且它的材料非常的簡單 只要準備三樣就好了 白胡椒 菜心雞胸肉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買到菜心 所以我們是用硬瓜來代替 但硬瓜我也查了一下它的熱量喔 它也比菜心還要低喔 菜心100公克大概是80幾大卡 硬瓜的話是只有50幾大卡 首先第一步我們要把這個雞胸肉啊 剁成像豬腳肉那樣 可以雞胸肉完成了 硬瓜的部分也是要把它切丁 稍微切一下就可以了 再加入少許的白胡椒也 加入一點點硬瓜的汁 接著我們就把它攪拌攪魚 感覺還滿簡單的耶 就是這樣拌一拌 然後就放到電鍋裡面去蒸就好 好啦拌成泥之後呢 為什麼要換碗 這個不能蒸啊 喔喔 對啊 那你為什麼不開始用那個碗就好啊 我以為會很難拌啊 這樣這個碗就不好拌嗎 我們知道啦 裡面就是歧視這個碗 隨便啦快點就幫他讓我拍啦 對 魔書耶 喔 這樣看起來就很好吃而已 那是不是分量有點少耶 減肥的人老人吃很多喔 它蒸出來這樣一坨 不就跟那個獅子頭很像 對耶 是不是很像 好像會有點像 可是獅子頭應該不是雞肉對不對 獅子頭是豬腳肉喔 接著就要準備放到電鍋裡面去蒸 然後大約是兩杯水的量去蒸就可以了 哇 哇 哇 上菜了 好香喔 瓜子肉版的獅子頭 這個好像很下飯耶 對啊 配飯應該還不錯 可惜我們沒有白飯 130到180大家看 配一碗白飯或者燙青菜 好奇妙的感覺喔 平常吃這種東西就是豬肉的口感 可是現在換成雞肉口感忽然有點不適合 對啊 有點不習慣是不是 它真的還不錯啦 味道還不錯啦 但我覺得好像胡椒放的稍微有點多 胡椒味有點過重 滿下飯的耶 但是我覺得這個如果用脆瓜的話 其實應該也不錯 硬龜啊它是比較偏鹹的 它沒有甜味 可是你如果是用脆瓜 它是有一點點甘甜味 雞胸肉另外一種變化的吃法 其實也是很簡單耶 就是切一切然後蒸這樣 真的如果你吃膩了水煮雞胸肉 可以試試看 對而且重點是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水煮的概念 但是它熱量又沒那麼高 嗯 推薦給有想要健身減脂的小尾巴們 可以試試看這一道喔 健身減脂的料理啊 可以多一點變化 不會那麼單調又吃起來索然無味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 不一定好吃廚房 試做一休陪你愛健身的 清蒸電子鍋機 對 哈哈哈哈 什麼是清蒸電子鍋機 哈哈哈哈 到底是什麼啊 接下來我們來聽掰掰 掰掰 什麼清蒸電子鍋機啊 到底叫什麼啊 清蒸什麼什麼機電子鍋 我都記得啦 電鍋清蒸機 哈哈哈哈